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名伊朗移民抱怨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美军效力 却像垃圾那样被扫地出门 突然遭开除 被悄悄抬除军级的移民士兵中 一些人对除名毫不知情 一些人追问军方后被告知 他们阴住在外国的亲戚 被打上构成安全风险标签 或者他们的背景审核仍未完成 所有士兵先前都与美国军方签订应征入伍协议 宣誓效忠 美联社报道 不清楚遭除名士兵具体人数 一些移民律师认定 最近几周至少有超过40名移民士兵遭开除 美国军方2009年提出紧缺人才征兵计划 招募没有绿卡 但有特定技能的移民应征入伍 以填补医疗 语言等方面的人才空缺 应征入伍的移民士兵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这一特殊征兵项目启动以来 不少移民加入军队 包括2012年获得年度军人荣誉的尼泊尔移民萨拉尔什雷斯塔 2016年 美军招募5000多名移民士兵 现阶段 估计大约1万名移民士兵在美军服役 绝大多数在陆军 合法便非法 现在 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变成这样 现年28岁的巴西移民卢卡斯卡利斯托 说 他升至二等兵时 突然接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 军方理由是他安全背景不过关 卡利斯托上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法院提起诉讼 指认国防部没有给他申诉机会 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告诉美联社记者 鉴于诉讼仍在审理 不能透露除名士兵以及征兵政策变化的原因 移民律师马格丽特斯托克说 一些移民士兵的签证 可能在等待军方答复过程中失效 成为非法移民 面临被遣返回国的风险 那些士兵担心他们被遣返回国后 可能因在美国服役的背景 面临安全风险 政策在收紧移民律师斯托克曾参与制定紧缺人才征兵计划 媒体先前报道 这一计划审核进度缓慢 档案严重积压 不少预备一士兵在未完成非禁审查的情况下提前入伍 美国普克斯新闻频道 去年8月1日报道 鉴于潜在安全风险 国防部已暂停受理紧缺人才征兵计划 新入伍申请 不清楚何时重新启动 对这一项目 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安迪哈里斯持否定态度 在他看来 我们的军队必须优先招募美国公民 按照哈里斯的说法 紧缺人才征兵计划 依照总统行政命令执行 没有经有国会表决批准 如果重启这一计划 必须限定在特定范围 同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就任以来 不断收紧移民政策 包括颁布针对特定国家的入境限制令 收紧亲属移民和加大签证审查 但是 在斯托克看来 没有移民士兵的帮助 美国无法赢得200多年前的独立战争 也无法赢得如今的全球反恐战争 郑浩宁 新华社专门